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孔群老郭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件宝贝 什么宝贝 一把小提琴 这把小提琴跟着我一年头了,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前,我买下了它 二十三块钱,实际上是最便宜的小提琴 排队是百人排 年轻时,我喜欢那小提琴 像农场,种地,我带着它 后来回城,上船做的喊员,我也带着它 喜欢那小提琴,没人叫 属于自己瞎找我 一直到八十年代开始结婚了 几乎上就烟气息吾了 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家里躺着 跟我的平平管管躺在一起 而我也想起拉一下 但是拿起来不能无动 就可以兴趣了 为什么太难听 这个琴本身就便宜 便宜我为什么好琴 几十年过去了 基本上没邋遢 所以呢 这个声音就有点差 今天我把它放出来 下出去录制一首小提琴曲 反正拉得不好 给自己留有纪念 这个琴太老了 你看 你看这个琴宝 现在是最近的状态 已经 已经 你不动了 最近它就这样 按道理说已经 没用了 但是 我今天有这把琴 那这把破琴 好 看看 录制下来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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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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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